中国的歌唱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造假风波持续延烧 不过这两天另外一个约圈消息 却引发了热搜讨论 大陆的25岁女星叫宋祖儿 被经济公司实名举报她逃漏税 4500万人民币 人还已经被约谈 随时可能会被消失吗 但这会不会只是转移焦点的招式呢 因为好声音的黑料不断的爆 一天比一天还要猛 爆出有参赛者私下被评审找去酒店 必须要单独辅导 你姐 连参赛者都需要靠潜规则 才能够上位吗 这个真的太精彩了 每天有不同的料不同的黑幕这样子 那其实很怪的一点就是说 原来就是好声音嘛 然后衍生出来很多的黑幕黑料 然后水很深 但今天突然蹦出来一个叫做 这个叫做宋祖儿 这跟这个好声音又有点没有关系 但是也是在大陆上知名艺人 因为她曾经是这个软金天的绯闻女友 现在在大陆非常非常的红差 二十四岁而已 那她就突然这样平地一生 也就是说她是被他们自己公司去举报 所以勇于那部人去举报 举报说她有利用什么分拆账单 还有那个什么 私信个人账号等等 用账来逃漏税 总额大概是台币 合起来是两亿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逃漏税在大陆其实是 像范冰冰等等都发生过 金额比这个大很多 为什么这个事情一夜之间变成热搜第一名 而且更严重的是说 她本人到现在没有出来否认 到时她的粉丝团出来说 哎呀我们组织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最吊诡的是 有四家卫星电视台 也就是说她合作过的 还有她正在拍的戏 要在这四家卫星 包括这个北京卫视 湖南卫视 安卫卫视等等的 这四家卫星台怎么知道 把她的名字 把她的资料 把她有关的那个微博的资料 通通删掉了 一夜之间就 等于她的所有的讯息 人间蒸发没有了 所以她有几个电台收送组 是找不到任何情报的 所以人家电视台已经 都已经在踩煞车了嘛 所以就说 怎么可能那么刚好 大家一起讲好的啊 就是要出大事了嘛 所以很多网友都说 哎呀 那 惨了 就是已经进入 搜证程序当中 所以电视台当然就是先自保 先把你的资料 通通把它扫掉 没有了 等你查清楚了怎么样再说 可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奇怪 好声音 因为现在就是说 大家都要查好声音嘛 她的黑幕 为什么突然蹦出一个来 然后就变成微博的 一个热搜第一名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还是说这个事情是要用来 一个掩盖一个还怎么样 就是说可能黑幕里面 还有更深的一层黑幕 我们就拭目以待 这个宋主儿的一个发展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这个黑幕深深深啊 包括陶落岁之外 还有这些选秀节目 这些实境秀节目 其实最近都一直爆出来 真的是黑幕多得不得了 最新的你看啊 这个路纵里面 就是说我们林志颖 她车祸之后不是付出 去参加这个 天津展宇的哥哥嘛 这两天啊 当然很多这个林志颖的新闻 之外有一个消息啊 我们的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叫寿子啊 还有什么蓝正龙等等 都去参加 对 好多台湾的男艺人 都好去参加了 因为钱给了很多嘛 一去就是好几千万人民币 这样进账 可是他们就是很奇怪啊 这个寿子啊 他们本来在这个 就是因为他们在选的 过程当中 他们还有一个是 评审之外 还有就是唱歌表演 还有一个是票选的部分 就是观众要投票嘛 就是说观众 比如说到一个阶段 就冲的 然后冲我自己喜欢的哥哥 观众的票数也在 记在这个里面 记在你的分数里面 好 那观众的票数要怎么来 观众要去买啊 要去买那个票才能够 因为他们规定就是说 你微博一天 你只能投五票 那五票五票 那人家别人冲的好快 为什么我们这么少 那就是你要去买 他们假如说有买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几万票要多少钱多少钱 这样有一个 对 有一个有一个数据出来 就是要你看多少钱 50万的话 50万票 就是120 快啦 一万 所以其实还不贵 只是说你要买这么多 那你少量的话就是 这120块是150块嘛 少量就贵 多量就会便宜一点 好 你就可以买 那你 我跟你讲 你这样每一个人买买 这样买买 虽然你看起来也许钱不是很多 但你要买几十万票就很多钱啊 那如果我是不想买票的歌手呢 或不想买票的艺人呢 所以啊 瘦子啊 他本来就是说已经进到 大概分数还蛮前面的 他的整个票数大概 他前五啊 前几啊这样 后来这个说 所谓不要买票的事情出来之后 他突然排名一夜之间 跌到第十四名 所以他的粉丝就说 看吧 就说要买啊 要买那个充的票数 你们都不早点去买 人家别人就充到那么上面去 我们就充到下面这么慢 所以票数跌得很快 所以这也是让他觉得说 这个所有的这个选秀里面 这个黑幕真的很深很深啊 都是钱钱钱钱钱 好 那再来讲 最有名的还有一个叫那个 浪姐嘛 对不对 浪姐四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贾靖文啊 他们都有去参加 最近也是在有一个事情出来 就是这个叫美里牙的 他在参加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天在唱啊 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表演 真的非常非常好啊 他们就说这个票数啊 一定可以充成上面 因为下面也是有观众 在做一个票选 也是要充这个票选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的粉丝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要充票的时候 突然的听到有一个声音出来 有个男生的声音就说 不要给票 他们就想说 不是 我们要充票啊 那是不是有人 有人要带风向 有人说 那到底要不要给票啊 所以就说这观众 因为观众下面要按这个按钮嘛 对不对 就很多人就不晓得要不要按钮 就你知道吗 美里牙就掉下来了 原本她是一个大黑嘛 对 这个现场要给票的观众们 突然听到 有红楼员只是说 不能给她票 不要给票 所以当下 如果现在她又不红 那不就不想要红她 当下他们就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明明要给她 那就是有人要带风向 所以你知道吗 很黑啊 到了现场 还有这种黑幕会发生 所以你就知道说 除了钱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潜规则 好 那我们再讲潜规则 这是有一个参赛 也是好声音 有一个父亲 他就出来讲说 他的女儿 曾经他们在这个省 在这个县级里面 因为他说 每个地区里面 就是你比赛到省级之后 只有五个名额 可以进到全国这样吧 所以要进到前五 那多难啊 一个省 几千万人 他只能是前五名 那你知道吗 他说他女儿就接到电话 某这个选秀的导演就说 你晚上到酒店来 我可以单独辅导你 保证你可以进到前五 就可以进到省级里面 就要进到全国去比赛了 他心里想 我们这个黄花大闺女 我们这个潜规则 要不要潜 所以考虑了很久 没有去潜 也就是 他就直接被淘汰掉了 单独辅导 这多危险啊 这个讲得太明显了吧 对 太明显了 酒店单独辅导 这个简直不是潜规的 是明的 这个就告诉你要干嘛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黑 好 那我们再来讲 就是说这是实名的 你知道吗 这个叫秦鱼子 他也参加过好声音 是曾经在齐秦战队的 他就讲说其实黑幕真的非常非常多 包括了 就是说你们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说进到九一赛 你们一定要跟制作单位 要签九年的合约 九年的合约 他也被要求签九年的合约 他就说九年很久 太长了 外衣中间怎么样 你知道你要退 他就说他不想签 结果他就成为第四名 第四名就没有前三了 所以就等于就被刷掉了 还有他说其实很多歌手 都被要求说 除了签这个长约之外 你签这个长约 你就是不能跟任何人合作 你所有事情都要透过公司 好 那你这个中间 你的版权费什么费 都要给公司 还有如果你中间觉得说 我这个等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我都没有什么着落 我想要走了 那你要解约 解约金拿来 好几百万 所以就说这个 这个是很难很难 要做一个原来的歌手梦 这个中间水太深了 那么再讲 还有一个大马的导演 也跳出来讲 有多黑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吗 他们要从各个海外去海选 后来就是好声音做到 除了在中国内部海选 你到什么澳门 澳洲 加拿大 新加坡 哪里 都有 好 台湾也有来海选过 他是叫大马 你知道大马这个导演 就讲说 这个叫李建兴 他实名 他说 你知道吗 他们就也选 选 选到最后了 当天已经要在他们 当地要绝选了 奇怪啊 他们这个 就是他们那个叫 燦心娱乐的 我觉得他们到海外去办海选的时候 会委托当地的 当然啊 当然啊 去竞标 是啊 但这个海选会 是 就是他们是包下来 海外的 他们除了要给授权金 还要签很多很多的合约 好 他说其实到决赛 今天晚上要决选了 海外这一 大马要决选的时候 到那天 合约还没签下来 他们的人都来了 他们的高层当天也来了 结果合约就是不签下来 所以说黑不黑 我今天晚上要 已经要决选了 所以都要转播了 都什么 选手都来了 他们就是不肯签 后来他就觉得很怪了 说我们要 今天晚上要决选了 我们合约要不要签一签 大家都心里就安下来 他们就说 就开了很多很多的条件 包括钱 包括重重的 就说选手的一些合约等等 他认为不公平 他说这个合约不行 我们不能签 对方就说 他就不要办 合约已经到总决赛了 不行嘛 对不对 今天晚上谁丢脸 当然是他们会丢脸 对不对 后来你知道吗 他就把约给签下去 可是他觉得说 非常非常不合理 但是只求了 我们的选手 真的可以上到你们的节目去 你知道吗 他们当天 他们当场上大马有选出来 前三名 前三名就送到要参加 真的是上海的盲选 你还在盲选 还不是一下就进到决赛 中心是大马前三名了 天哪 好 到盲选的时候 你知道吗 又来了 他们又提出要求 说那你们这三个选手 要跟我们签下合约 签经济约 经济约 好 她说不行 因为他们已经在大马 跟我们公司签了合约了 所以不能再跟中国好 对 这样就强迸就不行 他就很坚持 因为之前已经为了 那个所有合作的合约 已经很不愉快 他说不行 我们这三个合约在我们手上 所以他们包括所有的演出 什么等等 都要透过我们大马公司 才可以 好啦 你这么坚持 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们当天晚上 所谓的盲选 他们之前录的所有的影片 影带 一个镜头都没有出现 就把你整个黑掉了 就当作你们不存在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说 哇 这个水真的深到 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 一个地步 所以你说嘛 好声音这个水有多深啊 海内外等等的 包括钱 包括人 包括所有的合约 都是一个深水炸弹 花点 call for the subject ofama 普罗码 新杉杏 明镜票